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Kathryn 歡迎回來 我們今天來繼續玩我們的 魔影視明寺 新夢起飛系列 那我們就來繼續吧 我們前五上次通過的試鏡 拿到了新的通告 那我們子齊也發行了兩張專輯 一個是 單曲啦 不是專輯 子齊發布了兩個單曲 一個是 妖怪你的心 這一首歌好像最受歡迎 然後另外一首是 嘟嘟嘟嘟嘟嘟 那我今天想讓我們晨五來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想說啊 離下一次通告好像還有一段時間嘛 所以今天 不如我們來解一下我們晨五的 最後一件期望好了 解下他的報復 那我們就來馬上開始吧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一個讚喔 感謝你的支持 好那我們看一下我們晨五的報復 他接下來要去一個 Celebrity Hot Spot 就是 名人之間熱門的地點 還有 我們要辦一場meet and greet 要辦一場粉絲見面會 我想說解一下好了 因為如果我們這個報復解完的話 我們就可以拿到一個 明星永不甩檢的特徵 我覺得超實用的 不過等一下我快想到 我們還要順便練習我們的通告的一些前置作業了 我們差兩個 一個是我們要研究生氣的情緒 然後另外一個是要練習我們的喜劇技能 好那我們就走吧 我們出發吧 馬上來辦一場我們的粉絲見面會 然後我們在粉絲見面會的途中 我們再來練習我們的前置作業吧 好那我想我們的粉絲見面會 我們直接辦在一個名人的熱門地點好了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 順便解那個報復 喔 他說我們今天不能辦一個有目標性的活動 因為今天是節日 好等一下我把節日取消 不要過萬聖節了 所以說要過萬聖節 我們是承認了 不過就很幼稚的節日 好再來我們再一次喔 剛剛他說有節日的當下 我們不能 不能舉辦一個有目標性活動 好我們再來一次 好我們辦一個粉絲見面會 那地點的話 喔最後選 名人當然是我的成屋啦 然後粉絲呢 紫綺 等一下 我們的 國際明星 他隨機換衣服 然後換了那個 全部是髮片的 大家看 國際明星戴髮片的 我的天啊 災難 好吧 他可能想要學我們全部穿衣服嗎 唉 沒有辦法可以理解啊 誰叫我們全部是國際時尚指標 好我們要請他喔 他邀請誰 邀請 喔這個啊 飛機大叔啊 這是那鬼奇小鎮的人物 還有這個很詭異的軍官 一起 好我們全部幫的人要邀請吧 全部幫的人全邀了 可惜不能要小黃金啊 我想這小黃金不是全部的粉絲嗎 他應該會想來 可惜沒有看到他 好吧那就這樣囉 對邀請我們的瀟灑大叔 好我們看一下下一步 我們地點選在 我們的城鎮當中那個酒吧 我找一下喔 好這裡我們辦在這裡 那我們出發吧 好那我們到囉 我們前五到這個 舉辦粉絲見面會的地方了 奇怪子綺沒有來嗎 好我們都只騎過來喔 奇怪他怎麼沒有來 我等一下救導也來了 天啊 好那馬上來開始吧 我們要跟粉絲 社交 然後跟他們拍合照 我們跟我們的化妝師拍個合照吧 我們這一次要趕快完成 因為我想要拿到那個獎盃 所以我們要動作快點 不能做無畏的事情 那我們城武 現在跟我們的化妝師Fiona 來個合照 來拍一下囉 我們說要跟三個粉絲拍 怎麼了 哇 後面眼睛不領微 還幫我們城武放這個彩帶啊 不是要拍合照嗎 有了 來拍一下 哇 Taylor在後面啊 Taylor果然非常的有明星氣場 然後這邊來拍一張 我們要拍三次 好拍一下 然後再換下一位 下個也是個沙水拍吧 應該是 我們都拍一下喔 我今天一定要解完這個目標 上次沒有解完真的太可惜了 所以這一次我們要努力啊 怎麼了 城武好傷心 城武說 啊 為什麼不讓我過萬聖節 我討厭你 好 你認命吧 好那我們進來囉 我們來點飲料吧 我們城武點一杯 哇 全部靈遠了 名聲號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 喝飲料多錢的 然後紫棋默默坐在旁邊 看著城武 紫棋應該超痛苦的吧 對啊 因為其實到目前為止 他們還不算是公開的戀情嘛 對不對 所以紫棋只能在遠方默默的看著城武 他也是一個蠻支持的男朋友啊 我要用握手 我要怎樣 我每次看到他們握手覺得超好笑的 你叫什麼 合作愉快 血液行龍 握個手 我等一下血昏倒了 該不會是不是成為我的粉絲吧 哇等一下我突然發現 我完成了第一項 跟粉絲互動 寫而死 就金牌了 怎麼搞的 對吧就金牌了吧 沒有看錯吧 所以說只要完成第一項 我們就可以拿到獎勵囉 早說呢 你上次完成那麼辛苦 不過我真的覺得啊 如果等一下完成全部真的不容易啊 因為人物做事情真的超滿的啊 動作超滿 然後紫棋在旁邊幹嘛 我紫棋在樓上啊 等一下是怎樣 紫棋有這些粉絲是不是 真的啊等一下 剛剛紫棋在這裡 用這台音響 播放進你的新歌啊 大家大家聽我們紫棋做的新歌啊 他們還拍手掉有看到嗎 太好笑了吧 我們紫棋怎麼自己默默地 開始辦自己粉絲見面會了 超好笑的 我們紫棋現在播你的詩 要過你的心 對 哇這是你的喜歡啊 所以紫棋有粉絲嗎 然後有個讓我覺得奇怪的事情啊 怎麼今天都沒有看到八卦記者 超怪的 記者轉不來拍我們成武了 怎麼回事 哇我們的粉絲見面會結束囉 我們拿到金牌啊 我們還有金牌獎勵 等一下回家看一下喔 我們成武要做什麼 成武你走路好慢 走到樓上然後呢 紫棋在幹嘛 紫棋在這裡 成武走不來了 走經過 專車不認識嗎 好辛苦 喔紫棋走怪這裡啊 找成武 紫棋說 你的粉絲見面會終於結束了 有辦成功太好了 紫棋的表情好難看喔 我覺得紫棋應該很無奈吧 因為他們是那種隱藏戀情 喔 還傾向成武廉家耶 然後紫棋說 全武你聽 記住高安的舞上 以你為靈感 允許做的一首曲子 你聽聽看好不好聽 我唱完囉 這麼快 哈哈 這樓下吧 蛤 啊 怎麼樣成武 紫棋的新歌好聽嗎 走掉了 哈哈 成武說太棒了 超級好聽 不愧是以我靈感創作的歌曲 好啦那我們回家吧 不過奇怪怎麼那麼有記者啊 因為我們成武的期望 接下來要面對記者三次 我們就可以完成這段期望了 可是今天他們有記者 為什麼 到底 好沒關係我們回家吧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獎牌 超期待的 我們成武第一個獎盃 終於要來了 哇大家看 我們成武的獎盃在這裡 神秤第一個獎項 怎麼就會感動啊 金色的 星星 上面是什麼 地球嗎 好像是 我們成武的第一個獎盃 終於拿到了第一個獎項 超棒的 那個時候我故意弄在這邊牆 想知道就是我們成武 拿到各個獎項的時候 可以放上去 像我們第一個獎盃 終於放上來了 怎麼這麼開心 對了 我們才聽到的歌 是紫棋的 嘟嘟嘟嘟嘟嘟 喔他倒地了 太累了嗎 然後我買了一台 這個戲之前 出的那台 人工智慧的機器 好吧 看他非常累了 去睡覺吧 睡醒之後 下一次 我們成武就可以拍動告了 我還沒有完成呢 好沒有關係 我下次再來完成吧 那我們今天晚上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幫忙一個讚喔 還有 不要忘記訂閱 以及訂閱的話 可以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了 感謝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哇 全武經睡眠常睡覺了 感覺怎麼樣 身心靈舒暢嗎 橘子行該去睡陪全武睡對不對 最後一會 chi... 也許我去睡覺 我先 lemon看 來吧 是 們 很無故 開啟鈴鐺 不每一位 螢串 不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